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 前幾天我剛好剛從日本的北海道回來 在回來的時候在整理行業的時候發現 其實還買了不少的伴手禮 那今天除了跟大家開箱伴手禮之外 也想告訴大家說 假如說像藥中哪裡買比較便宜啊 或者是說在日本要北海道怎麼穿啊之類的 因為像我在日本的時候幾乎每天體感 都是-15-20度這樣跳來跳區段 所以基本上很冷很冷 然後我其實算蠻幸運 因為我其實是11月底去 然後剛好就碰到就是算蠻冷的那幾天這樣 連當地人都說很不可思 就是剛好我來的時候 因為前幾天剛好才溶雪 然後沒想到我去了那一天就開始就開始下雪這樣 所以也看到了蠻多的美景這樣 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怎麼樣穿搭嘛 就常保暖之外然後穿得好看之外 然後也能保暖然後才又不會受傷這樣 好那在開箱之前我先來分享一下我怎麼穿 那通常穿大的話呢我最裡面會像這樣 就是會有一件發熱衣 對然後外面的話其實這件是高零 然後我是因為今天在室內所以我才把它脫下來 對但是其實這件是高零 然後它也是保暖的材質這樣 然後就是這件是UNIQLO 那這集現在說這集沒有業配 對就是我裡面是穿那個發熱衣 然後發熱衣外面我會穿一件比較保暖一點點的長袖這樣 對然後基本上我可能還會再多穿一件可能 可能長袖的T恤啊或是長袖帽提之類的 然後最外面最外面一定要有一個厚的很厚的外套 對我是買我自己的最外面的外套是這一種 就是裡面是就是完全是毛的這樣 絨的然後保暖之外然後外面又是這種魚絨這樣 對然後我基本上就這樣穿 然後呢我還會再加很重要的就是圍巾 圍巾一定要有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帽子 帽子也要有不然你很容易就是耳朵會很快就沒有知覺 然後再來就是手套 然後就是要保暖的那種手套 就是不是那種就是很不保暖然後肉污子的那種手套 對這樣不行就是一般的那種保暖的那種手套這樣 然後除了手套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襪子 就是一定要穿保暖的襪子 對通常長褲我會穿兩件 這裡面的那件就是會是內褲之外 然後我可能會穿這種比較綿褲啊 然後裡面是保暖的這種材質這樣 然後在外面再搭一層就是長褲這樣 對然後我穿的是這種 所以我總共會就是穿兩件長褲 襪子的話我也會就是裡面是一件比較薄一點點的 然後外面我會穿這種厚的襪子 就是這樣比較長一點點 因為你最外面可能好像有穿那種雪 雪嘛 所以這種厚的襪子就是蠻必要的 因為其實很容易就是踩在雪裡面 就是雪的時候有時候如果真的裡面它沒有防水的功能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就會失掉 所以如果你至少可以穿個兩件的話至少比較不會冷到這樣 當然我穿的那個雪靴剛好是有防水功能的啦 對 然後雪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在日本其實很多人會想說我可能穿釘鞋或什麼 但其實對他們的地板非常非常傷 尤其室內或什麼他們其實都會禁止 就是什麼 釘鞋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買那種雪靴 然後抓地力要夠的這樣 然後夠踩穩的 因為其實我那幾天看到 不管是當地人或是外國人這樣 我基本上每天都會看大家滑倒 對 然後我自己是沒有滑倒啦 就有幾度差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都沒有玩 我好像都沒有 在那邊都沒有滑倒 所以就是靴子的那個抓地力其實要蠻夠的這樣 穿搭完之後啊 接下來就是那個保險一定要保 不管是飛機有可能會延誤 或者是可能那種車子啊 什麼交通工具很容易會沒開啊 會延遲這樣 所以我覺得保險還蠻重要的 不管是醫療保險什麼旅遊不便險那些 我覺得還蠻需要保的這樣 然後啊像因為其實在那邊很動嘛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就是你只戴帽子 然後就是面部都沒有其他遮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戴口罩或什麼的 然後是假如說你因為鼻子有時候很動嘛 所以你可能買個面酥利達姆之類的 然後就是可以讓鼻子不會那麼 或反飾靈之類的塗抹在這邊 就比較不會那麼動這樣 講完之後接下來就來開箱伴手禮 他也跟大家講說 哪邊可以買到啊 我是在哪邊買的 然後哪邊買比較便宜這樣 那第一個就從藥妝開始吧 我藥妝總共買了兩袋 我這一袋是在李小路買的 然後叫做Sundrake的店裡面 它這個店裡面它比較便宜的品項 其實大部分我覺得都大同小異 這個Sundrake第一間藥品店賣的Sundrake這一間 我記得它好像比較便宜的是 有比較便宜一點點的是這個DHC跟EVE DHC它不是最便宜的 DHC我記得最便宜的是在雜晃的藥妝 就是比較大件的那一個 這一整袋總共是11174日幣這樣 對 然後在雜晃藥妝的DHC它是比較便宜的 我記得在DHC它好像在那邊是1900多 但在這件是2000出頭這樣 對 是2078 對 一個 但是像 札晃的藥妝它的EVE就比較貴一點點 就好像我記得是有22開頭吧 對 所以那時候又剛好要買EVE 所以我才想說在走了一圈一排這樣 我剛剛有看到這家比較便宜 所以最後才在這邊買這樣 像這個DHC 它這個是光對策 然後60日的 然後買了兩份 所以是 這一個是2078 所以乘以2是4156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睡眠的 這個也是2078日幣這樣 然後它是14日份 就是28 就是一日兩顆 所以是 一樣是2078 所以是28顆 然後是2078這樣 接下來 因為我其實有異味性皮膚眼 然後我就問他說 就是異味性皮膚眼的藥這樣 然後它這個是1380 然後是比較多一點 是14顆的 然後我買了兩條 所以是2760 然後接下來是EVE的60頂 這個就是金的 EVE Quick DX的60頂 然後是2180 它其實有分20 40 60吧 我印象中如果沒記錯的話 金的話好像有分40跟60 啊25確定有沒有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2180 所以這一間我總共買的就是11174這樣 就是含稅啊什麼的話 因為剛好就是買然後就免稅嘛 所以就是 總共是11174 然後就是 再來是這一個 一樣是 這個是在 那個 新千歲空港 然後叫做 Sora Donte 就是我在最後一天的時候買的 因為 剛好臨時 就是家人說他想要買EVE 所以我就 剛好幫他帶這樣 總共這一代是 6420 對日幣 好 EVE Quick DX 40定 然後我買了兩盒 一盒是1680 所以乘二是3360 還有一個贏的 EVE Quick 0 40定 然後這個是1280 所以這個1280 然後1680這樣 對 然後這個買了一盒 然後再 還有再加一個 就是 嘴巴 可能破火氣大嗎 或有那個 嘴破的時候 口內鹽的 然後這個是1780 對 所以總共是 加起來是6420 這個是藥裝的部分 EVE的話 好像真的 就其實都差不多價格 但是我覺得 Sundrago好像 我那時候看到 是比較便宜的 這一間這樣 那如果是 以那個 DHC來說的話 我記得找到 藥裝是最便宜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那邊 那其他的我就沒有太涉略 所以 我也不太懂 所以我就沒有推薦給大家 好 接下來講一個有趣的 這個呢 這個是其實是免費的 這個是在那個 我第一天住宿 是在緩慢民宿 然後剛好 是註冊裡還是生日裡 應該是註冊裡 我印象中 就加入他們LINE官方 然後他們就 剛好就有送 就這個 護手霜 對 薰衣草的護手霜這樣 然後這個是那個 美鷹的那個 包車時候 然後 那個 Kuma-san 他 親自做的 手繪的這樣 給我 給我的伴手禮 還蠻可愛的 接下來講一下 這個也是在 新千歲空港買的 這個是那個 貓童鷹的 吊飾 這個是 440口 日幣 這就是剛好看到 然後覺得很可愛 所以就買了 這個 好 接下來就來講 分享一下衣服的部分 哇 衣服就真的蠻多了 首先呢 第一件是這個 是在 這件是在那個 金森倉庫買的 然後這件呢 叫做 Disture Haming Grandpa 對 這件好像是那個 韓館限定的 然後 這個長袖還蠻可愛的 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 這樣 但他尺寸 真的是真的蠻少的 因為我剛好 去的時候他都 好像還蠻限制尺寸的 對 他可以試穿 然後店員人蠻好的 而且我是覺得他真的太可愛 我真的蠻喜歡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件這樣 對 我是買了長袖的 T恤 然後這件呢 是 這件蠻貴的 這件是日幣的9790 大概2000塊左右吧 但是他真的很好看 再來 這件是在李小璐買的 這間店叫做Vigo 我記得是一丁木還是二丁木 應該是二丁木裡面這樣 的一間店 然後我覺得他裡面蠻多 算是 就是看起來就是 算是年輕人會穿的超拍 比較偏韓系日系可能的衣服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他衣服很好看 其實他的衣服尺寸 跟褲子尺寸都還蠻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試穿 而且 尤其他們版型 跟我們台灣有點不太一樣 就他們落肩會比較低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穿的時候 有些M號 但是他 就是版型是OK的 但是因為他長袖 袖子比較長的人就不適合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 就每一件衣服他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 大家還是要實際去試穿一下這樣 對 然後這件我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這件是 3860日幣這樣 對 也是長袖 然後還是有點毛毛茸茸茸的這樣 然後有點算灰色嗎 蠻好看的 接下來第三個呢 是New Balance的長褲 然後是3960 其實這真的超乎我想像 就真的超便宜的 因為 通常長褲在台灣可能一件都要 至少千起跳吧 但這個換算下來其實也才七八百塊 然後是我覺得還蠻 就一般 有點像我現在這件長褲這樣 對 他就是有這種 扣型啊 然後這種長 就是這種長褲 對 就算是我現在穿的這種 的感覺這樣 對 蠻喜歡的 這件真的蠻便宜 New Balance的 然後是3960 推薦給大家 就這個材質是真的外面 就外面的外褲 的那種材質這樣 蠻好磨蠻順的這樣 喔對 講到這個 其實他們 就是通常在日本啊 會有那個fitting room 就是那種 試衣間嗎 但是因為試衣間 他們其實是 就不能穿鞋子進去 就一定要在外面脫鞋 就要才能進 光腳或是可能穿著襪子進去這樣 對 所以這是要 試衣間要特別注意的 對 就 小心避免觸犯 就是他們的當地的文化這樣 對 不能踩到地雷 CP值超高的一件 這件呢 是那個 Globalwork的 算是假兩件的上衣嘛 外面是最外層是毛的 然後裡面 有點是白色的這種 就是有點像假兩件這種感覺這樣 然後這件是 就是5346 它店內價好像是 5500這樣 它後來有打折 所以就是5346這樣 我覺得這件真的超好看 我超喜歡 Globalwork的 假兩件 我覺得也蠻日系的 蠻有他們當地特色的那種 衣服服裝的感覺這樣 再來第五件 這個是那個 在幸運小丑 買的長袖帽T 它其實有蠻多尺寸 然後這個尺寸也是可以 在他們店裡面試穿的這樣 正面是 就是他們的logo 然後再加那個 他們的店的名字啊 然後再加那個韓管這樣 它的手臂啊 這邊 它其實也是有 也是有字的 就是潮牌的那種感覺 對 蠻好看的 這件的價格是 日幣的3630 大概就700多塊台幣這樣 其實還是蠻好算的 因為其實通常常袖 就長袖帽T這種 其實在台灣大概也要 一千兩百八十左右 maybe 對 但他們這個蠻好看之外 然後也蠻便宜的 還蠻值得入手 好嘞 接下來 Nike的襪子 這剛好是在我最後 就是在那個 Outlet 三井Outlet那時候 對 然後剛好最後幾間逛到 它其實是在 它其實 三井Outlet有兩棟 然後其實 只要一棟的二樓吧 對 然後剛好看到他們的 Nike的襪子這樣 然後 這一個它是三雙 就是它是一套的這樣 就是白色灰色 跟黑色 它其實有就是 單顏色的三件套這樣 就三件的 一起賣的都有 然後這三個是 就是日幣的1650 所以大概是台幣 三百多 差不多 接下來是衣服類的最後一項 就是Beans的毛毛 然後這個是 3080元 它其實原本 就是如果 有滿5000的話 它是有 就是免稅啦 它是2800 但是我剛好其他的 不是沒有我size啊 就是剛好沒有 就是都缺貨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是看到這個 只有這個毛帽是喜歡的 所以就是 剛好就覺得 好 那就它了 最後就只有買了這個 然後就沒有免稅 所以這個價格就是3080 然後 我後來好幾天吧 幾乎都戴著它 然後就是 都在它 把它招這樣 對 還不錯 滿好看的 就是算是低調嗎 就是低調的感覺這樣 好 衣服服飾類的到時候 然後接下來 啊 還有一個 是那個也是在Olet買的 就是這個 Sabon的乳衣 那時候我買是 這個應該是3500日幣 對 這個是200mol 然後是3500日幣 然後再加 那時候有一個袋子 是66塊 所以總共是3566元 這個Sabon的乳衣 它其實店內就可以試用了 對 然後真的是還滿多人在那邊試用 就是你可以試聞味道啊 那時候我就買一個 煮液 因為我覺得 尤其在日本 算是比較乾燥的地方嗎 就還滿適合的 那最後在開箱食物類之前 還有兩個吊飾 一個是 白色戀人的吊飾 然後這個是 660 這個應該是在 也是在最後 就是 我記得是在 新千歲空港買的 對 然後這個是在 小樽 就是那時候 在小樽 其中的一間店 然後看到這樣 然後它是一個貓的吊飾 我猜給大家看 就是它 是不是很可愛 是不是很可愛 就是貓 然後下面是那種咖啡杯 超可愛的 它這個是495日幣 對 就大概100多塊台幣 但是我覺得它好可愛 那時候真的是第一眼 就直接吸引到我這樣 對 所以後來就買了它 對 好啦 接下來最後就是食物了 然後食物的話 整個真的滿多間的 所以我們一一來介紹 首先呢 是六花亭 六花亭我買了三個三種 對 一種是 這個 然後 然後 這個 還有 這個 這三種 六花亭總共我花了 4810塊日幣 對 第一個是 雙醬巧克力雪餅 然後是 八個 然後日幣1000元 然後第二個是 這個 就是 馬路西的奶油餅乾 然後是 1390 然後這個是 24個的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是 葡萄奶油夾心餅乾 就這個 然後它是16個 然後是 2420 所以總共是 4810 所以六花亭呢 是這三個 對 就是 雙醬巧克力雪餅 然後 馬路西的奶油餅乾 跟葡萄奶油夾心餅乾 接下來是 Latteau 算是小樽很有名的一個甜點店吧 它的蛋糕非常有名 然後 其實還蠻好吃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買了 半手禮然後跟蛋糕這樣 然後蛋糕呢 因為不能放太久 所以我就 很快就吃了這樣 對 除了蛋糕之外呢 還有兩個半手禮 然後這個呢 是 紅茶巧克力餅乾 然後是 24入 然後是 2851 元日幣 對 然後還有 另外一個是 也是很推的 限定的 就是聖誕的禮盒這樣 然後是 起司夾心餅乾 然後是 20入 然後是2268 然後它其實還有生巧克力這樣 然後也不錯 對 就是相比之下 我比較喜歡這兩個 所以我就 買了這兩個 然後再加那個蛋糕這樣 對 接下來呢 是那個 Galaku的 咖哩調味包 這個是雞 然後這個是住 然後我是在店內買的這樣 對 然後這個是 雞的話是 971元日幣 然後 豬的話是 999元日幣 我覺得 店內吃是一種 然後你也可以買這種 自己來住這樣 對 然後這種是 建議是 放拖運行李 然後這種 我有問 已經有問過 就是它到底能不能過海關這件事情 就是 到底會不會因為什麼豬肉 或是什麼 動植物被罰 我有問過 他說它其實可以 就是它是可以帶入鏡的 是因為 它其實裡面就是那種 已經有殺菌 已經有氣膩 然後殺菌方法 所以它已經有加壓加熱殺菌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帶回台灣的這樣 然後我其實還蠻推薦它在店內吃的 就是他們店員人很好 然後我覺得吃熱騰騰的 只是有一個缺點就是要排隊 這真的是沒辦法 所以你就是可以先去0號碼排 然後 就可能先到周圍一逛一逛 然後等時間到 因為它有一個 算是LINE的QR Code 然後你少了就可以知道它的進度要哪 然後它有通知你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還蠻方便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在那邊一直等這樣 誠心建議 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去吃吃看 我真的覺得很不錯 Daraku的Tanggari 那Tanggari真的是我在 就是在北海道吃過 我自己覺得是最好吃的 我最喜歡的Tanggari這樣 這兩個 一個是雞一個是豬 對 我那時候是吃了雞 然後那時候它其實吃 就是雞的部分 它是其實肉就是 你倒的時候其實已經很軟了 就是一拆就直接散掉那種 對 我覺得超好吃的 我超喜歡的 接下來是Godiva的巧克力 然後這個也是超便宜的 因為我記得店內價格好像 沒記錯的話好像蠻 2000多 4000多 還是多少我忘記了 但最後 最後最後 就是我從Outlet 就是實際刷下去的金額是 1840 就是 12個是1840 原制幣 然後是比 甚至比店內還要再更便宜 就是店內它標了一個價格 然後那時候結帳的時候 它金額是原幣 就是在店內看到那個標示價格 再更低的 超值得超推薦的 對 所以如果你要買 或是送禮的話 我覺得都很推薦這樣 我差點再回去買 買更多 只是那時候怕心理箱再塞不下 所以就沒有去多買這樣 對 接下來呢 這個就是Royce Chocolate Wars的巧克力 然後這三種24乳 然後這是我在那個 就是 新千歲空港 然後的 Royce Chocolate 它是一整成的啦 然後有很多伴手禮這樣 然後這一盒是3105元日幣這樣 接下來是Royce的 這個是巧克力養育片 這個是我在那個 新千歲空港買的這樣 對 然後這個是 864元日幣這樣 對 因為我本身就巧克力空 所以看到這個也是 浴霸不能 然後就覺得 一定要試試看 推薦給大家 好啦 接下來 說到北海道 一定 就這次我沒有去北海道工廠 但是 絕對不能錯過了北海道的餅乾 對 它這個是24入 然後是1900塊元日幣這樣 對 其實我這次又沒有想說 到底要不要去白色戀人的工廠這樣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去過 然後我想說我這次是 就算是 給自己的旅遊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 往 我比較想要 這次比較想要的雪地方面走 所以我就 最後就是沒有再去一次白色戀人這樣 的工廠 但是我還是有買這個 當作伴手藝 因為這個 餅乾是真的還不錯吃這樣 然後我真的蠻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這樣 對 推薦給大家 那我真的覺得白色戀人的工廠還蠻值得 一看 就是如果你沒去過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吃這樣看看 對 最後最後最後就是這個 它是北海道的布丁俱樂部 對 然後它是布丁餅乾 然後這個是12枚 然後是700元日幣這樣 它超可愛 我第一眼其實是被它包裝吸引到 那接下來還是它的內容物這樣 對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也是還不錯的 對 好啦 以上 哇其實食物就超多耶 食物真的超級多的 好啦 那以上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最後喜歡的話 不要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還想知道更多什麼 關於日本北海道的內容 歡迎在底下留言 訂閱討論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來自拍拍照 來自拍拍照 然後呢 看幾個影片 你看看